大家好,这儿龙话说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人物变成洗钱大师的故事 黑钱圣地 第二季第三集 回顾上集精彩内容 马蒂想开设赌场洗钱 必须先搞定黑白两道 修改法案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 思维一员 温蒂用钱收买两名后 剩下的两名似乎油烟不尽 无奈之下利用五女 坑了一员老公 对方不想让丑闻曝光 无奈同意 又在大卫的帮助下 搞定最后一个 马蒂也通过老房东的关系 与当地黑帮达成协议 一波三折 赌场议案终于有着落 蓝毛小舌女老板消失许久后 因酒驾独驾造成事故 深陷监狱 闲言少叙书决上文 放弃投票的议员被记者围攻 说好的坚持正义呢 开始还痛批大卫的不止行为 突然之间转变了态度 有传闻说 他和大卫私下做了交易 对此议员不想解释 拒绝采访 记者本想从秘书口中打探消息时 办公室传出枪声 议员自杀 就此 报道接种不断 铺天凯地 温迪虽想议案通过 但没想到 此事会逼死一个政府官员 大卫劝他放宽心 议员本身就抑郁症 这也是他肯妥协的原因 他的死与议案相关 也不完全相关 两人正说着 温迪发现大卫的结构图 在赌场附近居然还盖了酒店 高档购物中心和绿化 正常来说 这样的安排也无可厚非 可是别忘了 这块地属于雅克布 好话说尽 要出三母 这么搞惹齐了寸土不让的老财主 结果肯定是非死即伤 触碰到自己的利益 大卫也不在身世 他能双手奉上赌场 也能复制一具 言语中的威胁 让温迪进退两难 鲁斯想不通 自己为何会生在这样的家庭 想过正常的 被尊重生活错在哪 鲁巴今天的行为 就是打碎他的好人梦 什么大房子 工作卡车 都是大品 直接抢马帝的钱 比啥都现实 事后道歉 只不过想知道 女儿还在不在他掌控内 鲁斯当然清楚他的意图 假装顺从 眼睛里却闪烁不甘 鲁巴又主动找到马帝 想要一份工作和可观的薪水 方便应对假释官检查 可他不想付出劳动 一门心思吃空想 理由是鲁斯不止付出辛苦 还牺牲了两个叔叔 尽管马帝意外他居然知情 但他还是坚持底线 没有退让 即便如此 心里还是没底 只能找鲁斯 打探具体情况 当他得知 大胡子还留下监听器时 心中的不安被无限放大 这说明 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而那个人 必然还潜伏在身边 稍有疏忽 就会冒出头来咬上一口 事实证明 马帝猜想的没错 FBI已经把他列为 重点调查对象 虽然与之调查的人 全部死去 但女老板却成了新的线人 白泰院保证 最多三个月将马帝生追法 很快新计划开始实施 首先表现在58 因格局不合理 存在安全隐患 命期停业整顿 接下来 用同样的理由 关闭了蓝毛小婿 除非女老板 亲自与当局联系 解决问题 否则永远没有开业可能 见到温迪才知道 殡仪馆也没有脱离 此次浩劫 理由是周围的土壤 拱含量超标 马帝终于意识到 他被人盯上了 此人有权有势 能指使三个州立机构 面对这种官方的刁难 马帝属实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联系女老板 而在和温迪研究 眼下状况时 说到大V 猜测他因买力的事故 故意施压 新项目频频受阻 之前的洗钱基地 又被叫停 夫妻俩顿感无路可走 鲁斯在一旁突然插话 也许可以创建新项目 可马帝脑子 都是解决问题 对他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对此鲁斯并没有放弃 想着自己联系业务 成功后 刮目相看 因此他来到破旧码头 希望老板能接受自己的投资 继而改善环境 提升营业额度 但老板作为本地人 太清楚他那些黑历史 并不想合作 生意自然是没参成 另一边 雅克布夫妻收到消息坐不住了 早早等待马帝家 今天是狩猎日 不如进山打猎 马帝对此心里发慌 想让约翰先进屋 可约翰本身对打猎 就格外感兴趣 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 正当马帝更加惶恐观时 老房东也揣着猎枪出来 要求一起去 马帝知道他主要想保护约翰 投去感激目光后 心里踏实不少 上山的路上 两人说起大威 雅克布可不是软柿子 想捏他 还得看拳头硬不硬 马帝又怕他干出什么 不理智的事 强调自己可以解决 毕竟还指望他 搞到赌场许可证 不宜把关系闹得太僵 雅克布只给他一天时间解决 搞不定自己必须出手 回敬一下 话落前方出现一头熊路 雅克布把机会留给约翰 约翰在微微颤抖中 完成手杀 别看他平时炸炸糊糊 动不动就喜欢解剖研究小动物 可真动手 结束一条生命后 内心的负罪感与惶恐 让他不敢入睡 甚至有些憎恨温蒂 曾经点头示意 让他杀了丁烧人 对此温蒂只能耐心疏导 避免在最该树立品行的年纪 读下阴影 隔天 女老板返回蓝猫小舍时 恰好马蒂也在 再次见面少不了争吵一番 最后马蒂表示 拿走那三十万不再追究了 就当是支付和做洗钱的报酬 以前的事就此翻篇 既然回来了 正好帮忙处理停业的事 因为自己不是小舍法人 和调查局说不上话 女老板此次回归 还有其他目的 自然更乐得就快下驴 温蒂想再找大威谈谈 可对方却避而不见 秘书解释 他一早就出了城 这让温蒂更加确信 是他在背后捣鬼 温蒂言明 徒弟与赌场 绝不妥协 返回家不久 记者突然上门 找他了解一元自杀事件 温蒂不敢袒露一个字 准备将妻拒之门外 铃铃记者告诉他 一元老婆准备在葬礼上宣布 对大威使用不当手段的控告 得此消息 温蒂心中依然有了计划 不久 他带着礼物找到一元老婆 除了表示挨到外 还要求私下谈谈 讲明一元本就抑郁症 此等条件下 控告肯定会败诉 如果大威坚持和他斗争到底 最后很可能是破产结局 温蒂见他有所动摇 有声嘞就要说起 自己患有抑郁症的弟弟 行为暴躁 一生都滚得很糟糕 自己也怨恨过 认为他给家里带来了负担 直到十年前 失去一个孩子也陷入抑郁 领悟到患病的痛苦与无奈 因此一元自杀 无关大威 无关投票 单纯想结束痛苦而已 而一元老婆需要宣泄悲伤的出口 文蒂决定 以他的名义 筹备一个基金会 来帮助密苏里州的精神疾病患者 此等善事让一元的自杀有了意义 他的老婆没有理由拒绝 一天一过 马蒂还是没有解决办法 雅各布一把火烧了大威的邮轮 一元葬礼上没有出现任何风波 大威得知是温迪在暗中操作 避免他名誉受损 也从邮轮被烧的事件中 领略到雅各布夫妻的坚决 因此放弃强征土地 拿了温迪3%提成后 赌场继续进行 并解释 生意不是自己交停的 盯着他们的肯定另有其人 还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吧 女老板再次见马蒂前 白天元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 没想到药科的有点多 除了对马蒂毛手毛者外 啥也没干成 最后提醒到 他们会把你关起来 马蒂以为他胡言乱语 并没有放在心上 白天元煞费苦心安排 却一无所获 还差点将自己暴露 发现怒火自不必说 最后警告女老板 不想进监狱就别浪费机会 女老板被牵制却无可奈何 开始恨自己一错误终身 科药不但更加频繁 恋也随之家大 与此同时 老莫和小夏躲在房间里抽大麻 鲁丝痛恨他不求上进 辛苦赚钱只为把他送进大学 摆脱社会渣子的头衔 走向不同人生 而他的态度消极 纯属烂泥扶不上墙 晚上鲁丝偷偷潜入码头 开着游艇 快速转了几圈 激起巨大水浪 本就破旧的码头 烟得一塌糊涂 船主损失惨重 却没钱修补 只好接受投资 鲁丝满怀斗志 向马蒂邀功 却被告知 暂不能再来办公室 因为停业事件 需要接受检查 有个惯犯在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鲁丝挺明白了 虽然薪水照发 实际上是炒了鱿鱼 长时间以来 马蒂是他摆脱过去的照明灯 如今那盏灯熄灭 鲁丝再次沉入黑暗之中 没了方向 难道他的家族 真的被诅咒 终其一生 只能做个被人唾弃的贼吗 黑钱圣地 第二季 第三季到这里结束了 阻拦赌场建设的石头 似乎被搬空 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重返小婶的女老板 能完成现任任务吗 点击关注精彩游剧 不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